你好 这公司请出示公牌 出示啥 请出示公牌 这公牌是你们吓得 看门狗带的 你让我带公牌 张那也行吗 请说话文明一点 啥 文明一点 我对你个看门狗 文明啥文明啊 公开 保护公司保护一方平安 是我的职责 请配合工作 这个破保 台湾真的是一点眼力见都没有啊 你知道我是谁吗 啊 我是你们老板 从海外聘请回来的 著名高级服装设计师懂吗 啊江湖人称 无情哈喽 啊 你敢拦我 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那这样 你弄啥吧 在这里 那个牵个刀 你那妈是 油盐不尽是吧 我滚了 你 你 哎 为什么这样啊 您好 进公司请出示公盘 哦 那个我今天走得急忘带了 要不这样吧 我回家拿一下 哎 您等一下 如果您家实在太远的话 在这里做个登记也是可以的 哦 行 谢谢你啊 好的 谢谢您了 谢谢 老板 您看一下这份文件需要您清个字 哦 好 谢谢 来 哎 对了 王秘说 那个我早上来公司的时候 咱们楼下那个保安 是不是新来的呀 对 我看他还挺特别的 哎 您看一下 这是他的简历 他以前啊 在全国十强的公司里面 担任服装设计总监呢 不知道因为家里什么变故 突然隐退了三年 这不来到我们公司了 要求从基层做起 我就给他安排了个保安的职位 我看他还是清华大学 二二一服装设计系毕业的 对 正好跟我们公司专业对口 这样吧 那你把他呢 交到我办公室 我跟他聊一下 行 那我去办 对了 我听说咱们公司 新聘那个服装设计总监 海外回来那个 是不是今天早上也到了 对 名牌大学过来的 行 那你把他俩一份叫过来吧 好 见 老板您好 您找我 你来了 哎 原来你是老板呀 今天早上的事情 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哎呀 没事 我们公司呢就去上你这样的 有责任心的人 还有啊 呃 你的事呢 我都了解了 我看之前你是学服装设计的 哎 我是不堪一提 还有点成就是不是 一条破裤子 嗯 你是我们公司啊 花重金从国外聘请回来的 对 你觉得你这两个字符合你这个学历吗 啊 从一个小小的工牌上面 我就知道你的人品了 知道吗 职业不分高低贵贱 人品拆分369等 我觉得你的人品不适合留在我们公司 这样吧 你从哪游回来的 你在从哪游回去 好不好 我可是江湖人称无情哈拉号 你敢不要我 嗯 走 你这走 来 老板 其实你介绍的很详细 以你的学历呢 在我们公司做宝啊 真是可惜了 太取材了 这样吧 从明天开始呢 这个设计总监的位置就交给你 好不好 老板 嗯 我之前穿业失败过 所以说贵公司这么好的职务 我不太深信 我跟你说啊 每个人都失败过 失败呢 是成功之母 失败呀 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呀 没有从头再来的勇气 我相信呀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你一定要加油 好不好 好 加油 嗯